有關於今個星期五日後進行的立法會門界選舉的投票 到目前為止我可以說一切的準備都是就緒的了 包括我們資訊的發放近日是加強了的 三百萬份小冊子已經透過郵政送到每一個家庭 對於二十二萬的傳統功能組別即是二十八個功能組別的選民 各個司局長亦都向那些選民和他們有緊密聯繫的選民發了信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成員 亦都會收到來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信 亦都同樣提供了參選人士的資料 經過完善特區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場立法會門界選舉意義重大 在這麼大的日子其實各行各業各個商業的機構各個社團 在近日都在做很多工作去呼籲市民投票 香港的公營運輸交通公司 他也有這個意願很自願去做這件工作 來支持這個這麼重大的日子 你會記得有時候有些很重大的日子 譬如敬老日 很多運輸公司都會自動提出給長者免費坐車 所以只是這樣去支持這次立法會門界選舉的工作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已經是定於明年的1月1日開始的任期 我本人是會親自主持90位立法會議員的宣誓 即我是監禮人 我亦都已經通知了立法會秘書處 將會在1月12日出席立法會會期的首次立法會大會 向議員發言接受議員的提問 希望這個是體現良好行政立法關係一個新的開始 請就去查看 請來請教我們 請坐 請就坐 感谢观看